大家好,我是妍妍 今天又在家里做了一天 不过是在我们这个院子里面做了一天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帮我朋友发肉肉了嘛 今天发了,然后明天就开始休假了 明天就可以随时天天的在家里捣吃肉肉了 这会儿 那天才冲洗了的肉肉 现在又是这个样子了 又是这样灰扑扑的 但是远看还是可以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嫁接的肉肉 这颗地亚 就是现在灰有点多 大家凑合着看哈 其实这些肉肉就在这样边缘上看还蛮好看的 秋莉,秋莉现在颜子还是不错 看得出来那种有颜色 这是那个红粉佳人是我自己夜叉的红粉佳人 有灰,灰太大了 春萌还是蛮好看的 但是我们家的肉肉在马路边的这些肉肉都不能静看 这些肉肉都适合远观大气 但近看的话就很多灰 大家有没有发觉最近的金龙月开始上色了 比之前的好看很多 现在都是这种红红的 就春天初春 初春的时候金龙月是最美的 之前那个人给我发错的淡水 今年准备 春天的时候 大规模的八叶子叶叉 多叶叉一点淡水出来 然后这边你看纸乐超大盆的 我觉得就像这种坛子上面太大的 就只适合种这种 大大的容易长杆子的 你看就直了 直了这叶子这里 这些地方都是被冻坏的 但是叶芯都没有被冻坏 就是这边缘 等到春天它自然消耗掉 消耗掉就好看了 我们家的这个火鸡 这一个好像 符有点不行了 还是打的长着长着 你看嘛 都长残了 可能也有点干在下面 这上面还是很好看的 这样子看 我们这几个 这是那个粉男鸟 其实这边的肉肉 好多都是冻不久的 都会我自己叶叉出来 然后一路大袍的 就是全部要长到很大很大 才会好看 不然的话它就不好看 这边好多都是小的 我估计但是等长到春天 春天长过了就会好看 其实我们家的肉肉 干的真的是超厉害的 我最近也不想要跟它们浇水 等到春天的时候 疯狂的浇水 让它们疯狂的长 现在不浇水 万一冻坏了 冻坏了 比这样干水还要难看 我们家现在最有特色 就是这个家啊 最有特色的可能 就是这两个车了 只有这两个车 看着还过异一些 像那边的那些盘呀 那些什么呀 都没有什么特色 然后像我娘家的话 那些盘我觉得就会好看很多 这里就是这个三轮车 我觉得是种的最成功的一个肉肉 虽然都不是什么贵货 但看起来很多呢 这里 红手指 红手指等春天的时候 我要给它们搬叶子 叶叉一些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品种 哎呀 看这盘红手指 那下面冒好多窄呀 那好多个窄窄 这盘也是 这个叶子都坏了 都冒特别多的窄 好期待春天 这种半夜午的声音 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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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脆脆的 其实有的这个 你不管它偶尔来看一下 它还蛮好看的 哎 发现它 哎 叶叶叶叶叶 然后发现它 哇 它又生了一个小歹哉 就会感觉到特别的惊喜 一女星 明年就是好大一盆 超大一盆喽 这个品种长得特别碳 容易长杆 都长得超快的 我觉得我的这个 晚叶之秋绿最近好像在粉红星星了 放在这边光照不足的情况下 还在粉星星